这个女人名叫布兰达 是一名警长 今天的命案发生在一家医院 被害人名叫布莱特 是一名肿瘤科医生 他和另外一名叫史蒂芬的医生共用这间办公室 早上9点15分的时候 宝洁去打扫书夜市的时候发现了尸体 之后他就报了警 警员告诉布兰达 被害人的头部被钝气重伤 可他们搜查了整个办公室还有医院附近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跟伤口吻合的凶器 法医告诉布兰达被害人的死因不是头部地伤 而是被人用什么东西给勒死的 警员推测凶手应该是用的静脉注射管 因为这东西相当的结实 完全可以勒死人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约是昨天晚上6点到10点 布兰达问昨天还有什么人在这里 警员说因为是周末 所以值班护士早早就下班了 医院的监控摄像头也只能摄像不能录制 所以他们现在根本确定不了到底有谁来过这间办公室 现场唯一的一处可疑的地方就是橱柜和冷柜里的药都被人拿走了 除了化疗用的药物以外 还有很多含麻醉剂成分的医用药 难道凶手是为了这些要杀的人吗 很快布兰达就见到了另外一名医生史蒂芬 史蒂芬说我早就提醒过布莱特 如果一直给瘾君子和流浪汗治病就会惹上麻烦 就因为给这些人治病 那些癌症病原的药都供不上了 看来史蒂芬对布莱特的意见有点大呀 布兰达查看了一下布莱特的通话记录 发现案发当天他跟一个叫圣迪的人有个私人约会 史蒂芬说他是医院的一个药品批发供应商 我还要替换明天的药物治疗 布兰达说明天医院不会有人来了 你需要把病人送到别处治疗 这间办公室现在是犯罪现场 在处理好之前需要一直关闭 可史蒂芬却说除非你们把我的办公室还给我 否则你们什么名单都拿不到 回到警局 警员告诉布兰达 上周被害人曾经解雇了一名叫沙朗的护士 他们已经把他传唤到了警局 于是布兰达直接去接待室对沙朗进行了问话 沙朗问布兰达布莱特的死事不是跟毒品有关 警员说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沙朗说两周前我在查看一些图表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伪造账目 布兰达问你说的是诈骗吗 沙朗说我不知道 布莱特是我见过最关心病人的医生了 但是他最近有点反常 最近去世的病人特别多 然后那些奇怪的处方也出现了 警员问你问过布莱特医生这件事吗 沙朗说我问了 所以布莱特开除开了我 布兰达问如果布莱特犯法 为什么你不报警呢 沙朗说如果护士举报医生谎报医保 那他就别指望在这个行业混了 警员问布莱特医生做了什么 沙朗说他给病人开了很多 根本不需要但却很贵的药 布兰达问你怎么确定这些药没必要呢 沙朗说因为布莱特下单的这些病人 根本不存在 这时候圣迪来到了警局 他还拿来布莱特医生当天预定的处方药单 圣迪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医生 他死了他的病人可怎么办 警员问史蒂芬医生不接手这些病人吗 圣迪说他们治疗不同类型的病人 他们的方法也不同 布莱特不管病人有没有钱都会给他们看病 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我这里买一些折扣药的原因 布兰达问什么是折扣药 圣迪说有些药的寿命很短 过期就会被销毁 我工作的公司就是把这些零期药以很低的价格 卖给医生们 只要在过期之前使用 药的效果是一样的 圣迪还说我昨天送来的药是必须在下周五之前就使用的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偷 因为即使偷了也不一定能用得少 布兰达看了看药单 即使是折扣价每针也要一万美金 折扣价都这么贵 那医生卖给病人要多少钱 圣迪说据我所知 布莱特是按照折扣价卖给病人的 可史蒂芬医生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去年还买了一栋别墅 我不知道史蒂芬医生跟病人是怎么收费的 但他已经不从我这里拿药了 布兰达又问圣迪偷药的人会不会把药卖给别的医生 圣迪说有生育的医生根本不会考虑在系统外拿药 并且用药的时候 他们还需要从保险公司和医保那里拿到许可 这需要很多道手续 这就奇怪了 凶手如果不是为了钱 那他为什么要拿走那些药呢 这时候史蒂芬又来到了警局 他要求布兰达马上归还他的办公室 于是布兰达让他不要再嚷嚷着没时间了 只要他把病人的名字写下来 他就把办公室还给他 史蒂芬不明白布兰达为什么这么肯定是医院里的人杀了布莱特 因为很有可能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闯进来把他给杀了 布兰达告诉史蒂芬因为如果是外面来的人 再砸完布莱特以后就会拿着药直接跑 可布莱特是被人用静脉注射管勒死的 一般的贼会带着自己的武器来 可这个凶手随手拿起办公室的东西行凶 而这个东西是他事先可能知道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很可能认识布莱特 所以我才会一直坚持让你提供这份名单 这时候布莱特的一名病人来到了警局 病人对布莱特医生的四感到非常惋惜 他愿意让警察查看他的病因 还说布莱特是很好的医生 在他的治疗下病人少了很多治疗的痛苦 可史蒂芬却把布莱特叫到一边说 我一般是不会掺和布莱特的病人的事情的 但如果你们可以查看他的病例 可以也拿给我看看吗 布莱特说你想知道什么吗 史蒂芬说我对癌症化疗的副作用 基本上是国内最权威的医生之一了 但我听说那个病人昨天刚刚做了化疗 可他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